国际在新报道记者 郭浩 2015年 因为癌症理汉离开了人世 索性他的两个儿子儿子继承了他第一波 继续充满起了巴西对第十二人的角色 贝尔南德斯 这位巴西传奇球迷老爷爷带着他标志性的沾帽和奖杯 一共追随巴西队参加了七届世界杯 六届美洲杯 四届联合会杯和一届奥运会 足迹遍及66个国家和地区 现场看过154场巴西队的比赛的老爷爷 甚至比巴西队出场记录 保持着卡弗经历过的比赛还要多 相比之下 他的两个儿子也是超级球迷 弗兰克贝尔南德斯说 我叫弗兰克贝尔南德斯 阿雷格雷港人 三十九岁 我去过七届世界杯 六届美洲杯 五联合会杯 三届奥运会 我追随巴西队的比赛 去过66个国家和地区 古斯塔沃贝尔南德斯说 我叫古斯塔沃贝尔南德斯 三十三岁 我去过四届世界杯 两届奥运会 我追随巴西队的比赛 去过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如果吉尼斯世界纪录有追随国家队比赛场次最多这一条 贝尔南德斯一家绝对有资格入选 不过这一家子一走 就是二十八年的世界杯之旅 最开始誓言 与爸爸克罗维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古斯塔沃说 我们的父亲以前是个工作狂 他从来不愿意休息 就因为这样 在1990年的时候 他得了重病 我们花了很多钱才让他康复 有一天他在电视上偶然间看到了1990年世界杯的几锦 他跟我们的母亲说 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决定去意大利探球 就这样爸爸开始了他的世界杯旅程 一走就是二十八年 贝尔南德斯一家是巴西南部地区的高桥人 游牧民族的大宅帽 是高桥人最显著的标志 二十八年来 老爷子带着他标志性的大宅帽 和一座与赞品无异的大利神杯 追随巴西队几乎走遍了世界 不过在爸爸克罗维斯去世之后 贝尔南德斯兄弟一度放弃了足球 但众多球迷们的鼓励和支持让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来到了俄罗斯 古斯塔沃说 爸爸去世以后 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没有再戴过帽子和奖杯去看球了 这次能来俄罗斯其实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有很大关系 奥运会的金牌是当时巴西队唯一没有燃止过的冠军 所以我们俩兄弟决定去现场开那场比赛 在马拉卡纳 那所有人都认出了金杯和帽子 我们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大家也鼓励我们将爸爸的旅程继续进行下去 于是我们来到了俄罗斯 老爷子生前最大的愿望是看到巴西队在本土再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 然而四年的一比七惨半 却彻底打碎了老爷子的梦 再后老爷子一度将金杯 转送给了一位德国球迷 不过对于足球 对于巴西队的热爱 老爷子却丝毫不解 临终前 他交代了儿子替他完成三个医院 古斯塔沃说 爸爸走之前交代 我们替他完成三件事 他希望他死后他的骨灰能放在三个地方 一个是红沙滩 他生前最爱去的地方 我们已经完成了 一个是格雷米奥俱乐部的主场 他一生所钟爱的球队 我们也完成了 最后一个是巴西的足球圣殿马拉卡纳球场 而且要在巴西队的比赛的时候 这个我们还没有完成 但下一场巴西队在马拉卡纳的比赛 我们一定会做好的 在球迷爸爸的影响下 贝尔南德斯兄弟其实也一起在现场看过不少次世界杯 谈及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世界杯之旅 哥哥弗兰赫认为 当属于1994年世界杯的决赛 他表示那座冠军奖杯 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第四个世界杯冠军 也是对着那年去世不久的国民英雄赛那最好的纪念 弗兰赫说 1994年的世界杯是我的第一次世界杯 那年的决赛 巴西对正义倒立 经过120分钟导战 我们在典修大战中赢得了冠军 我认为那件世界杯的冠军很特殊 不仅因为那一年巴西夺得了冠军 还因为在那一年 我们刚刚失去了国民英雄车身赛那 我记得巴西夺冠以后 有人打出了纪念赛那的条幅 我特别的感动 这个冠军不仅仅是我们国家的第四个世界杯冠军 也是对我们的国民英雄赛那最好的纪念 对于费尔南的斯一家的疯狂行为 不少人都无法理解 但在巴西这样的例子 其实不在少数 足球是巴西人的全部 是巴西的第一宗教 弗兰克表示 他会和爸爸一样 继续追随巴西对征战世界杯 一直到老 弗兰克说 足球是巴西人的全部 我们开玩笑说在娘胎里 我们就已经会射门了 巴西孩子收到的第一份礼物 肯定是足球和最喜欢球队的球衣 我们家也是一样的 足球是我们的全部 四 五岁的时候 爸爸就带我们去球场 看他最爱的格伦米奥队的比赛 足球是我们的全部 我们会和爸爸一样 继续追随巴西队征战世界杯 一直到老 并将这个传统代代相传下去 本界世界杯开赛以来 巴西队的表现渐入佳境 古斯塔沃认为现在的巴西是对攻守平衡的球队 有实力在北界世界杯上 为巴西再拿下一座大力神杯 不过 遗憾的是 巴西队在四分之一决赛 终于力不抵比利十队 没能继续前进 对此 贝尔南德斯兄弟表示 我们还会等待下去 下一届如果巴西队夺冠 我想爸爸也会很高兴的 我相信他始终和我们在一起 关注支持着巴西队 在我看来 我们一直带着四处争战的这个大力神杯 就是他精神的化身 静岛